我完成的夏天 有傷並沒有好歇 當你孤單你會想起誰 你想不想找個人來陪 人生没有如果 比如说 怀恋一种生活 有什么结果 人生没有如果 我觉得我走到那天我想要放假的那个位置 也不是我精心策划的 我只是一步一脚印的 把手上有的机会工作都做好 走到那 那我觉得我想休息 如果我不休息 我觉得我 我走不下去了 可能我再经了一两年 可能我真的就崩溃了 那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这个工作我想要走长久 我相信他总会有回来的机会 我之前有看你说过一句话 你说其实现在很 就是已经学会了接受时间这个事情 就是我很想知道说 你所谓的接受时间的 这个话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也没什么好急的啊 也那时候可能会觉得 蹭年轻要干嘛 蹭年轻要干嘛 现在到了一个很舒服的年纪 那我觉得就是 随心做自己更加去珍惜 我觉得那时候是比较 蹭年轻 但是现在是 就让自己的心定下来 去享受身边所有的 每一个状况 跟每一件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个不一样是在这里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就这样突然间来了 然后就这样突然间决定 那你肯定有去投简历之后 对对对 就是决定到我去投这个简历 是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让你决定了 其实我是拍了两部戏 就是back to back 就是这一部戏杀青 然后隔天就进行的剧组 开始另外一部戏 然后两部应该都拍了三四个月 三四个月 然后拍第二部戏的时候 其实快杀青的时候就 不知道突然间就有一个call 就觉得我好像真的要让自己休息一下 然后就在摄影棚里面等 等戏的时候就开始上网搜啊什么的 然后就就当下就做了那个决定 我做那个决定前 我只打给一个人 打给我妈 阿姨说什么 你跟她说什么 她说去啊 她说你想去不去 我说我想要就是不签约不干嘛 让自己完全自由 我想去纽约上课 我说你觉得呢 我妈就说 我妈就说可以啊 你想做你就去啊这样 那时候挺有勇气的 就做我的决定 但是我妈妈给我的鼓励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动力啦 回来之后就有多落差吗 其实我去读书也大概三个月 然后本来就想说放假放了三个月 但是去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 回来 当然当然有马上马上就有公司要签啊要干嘛 但是可能你已经尝过那个自由的滋味 你不想 我就 我不想再进去一个框框价价里面 我会觉得我可不可以再放肆一下 再给自己一点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就成立了工作室 就跟我几个好朋友 就说我们来做一张专辑 我们自己做自己爽 没有人听没关系 我们做开心的 然后那张专辑就叫 To be Nicholas 就是怎样的张东良 因为那也是我重新认识自己的一张专辑 做得非常开心 我觉得口碑是有的 然后办了演唱会 然后媒体很多媒体也是在那个转变对我改观 就他他其实不只是一个偶像歌手 一个一个戏剧演员 他其实是一个有想法的一个歌手 那我就很任性的说这张专辑我们不要唱情歌 然后我就拉了一个作曲人 一个作词人 三天三个人每天混在一起 喝酒啊聊天啊在我家 就是就是每天就是这样聊聊人生聊干嘛 所以才会有了这些歌 人生没有如果 现在你是怎样的人 年华 那样专辑里面五首歌真的完全不讨论感情 都是讲一些我的人生 跟我的一些 未来的一些想法或什么 我觉得是他可能不是大家都听过的专辑 那看的朋友没有听过可以去找来听听看 我觉得但是是我到今天做歌手发过这么多张专辑 我自己啦觉得我最最骄傲的一张专辑 他可能不是最卖的专辑 他可能不是最被传唱的歌曲 但是是真的最像我自己 那也是我觉得我做的很骄傲的专辑 那就够啦 我觉得我不会去计较说他 他其实成就了我一些东西 成就了我现在的样子 他一定是有一些成就的 但是可能不是 一般普罗大众认定的成就 那这张专辑给你赚了多少钱 给你带了多少流量或什么 但是他是不是成就了某一些东西 我知道所以我很开心 他是让我觉得其实我可以再回来 因为我可以 我可以回来做我想做的东西 而且可以做得很快乐 而且可以做得很长久 那这就是我 对 你刚刚说的人生没有如果 其实我之前有听过 然后我当时在看那个歌词的时候 我觉得是是不是在说 你自己的完全的个人 那一张专辑就完全是很个人 其实有一些人就听了 可能不太有感觉 因为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个人情绪的 比如说情歌嘛 情歌大家就很容易就会有投射 因为大家都可能经历过分手 伤感 那暧昧 这些情绪 但是我很私密很个人的情绪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有投射的那个点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 但是进去的人 就很进去 如果刚好跟我有过那种情绪的人 就会觉得 啊 年华这个歌也太走心了吧 但是如果你没有过那个情绪 其实那个歌对你来说 它可能就是一首好听的歌 还是回到你有多执着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回馈不会马上发生 那你也要认命 但是你要相信你用心做的东西 它会留下来的 比如说 好前日只因为心灵嘛 然后因为他的爱你的出舞台 然后唤起大家很多回忆 就多了很多 因为开始大家讨论 原来那时候PASTA 对耶 张栋梁耶 就是这些 就这些当时 有看过PASTA 在他们的回忆里面 这是一段 回忆沙之类的 然后但是这段时间没有再关注我了 然后因为 心灵在姐姐的舞台的关系 然后又开始关注我 就听到了我这两年 这些年做了这两张专辑的音乐 其实发怎样的招到至少都七八年前了 至少吧 对不对 十年 十年都有 你看我真的完全没有数字概念 就发现 他现在不一样了 他唱的歌不是北极星的眼泪 不是只有北极星的眼泪这样 然后他现在人生观很不一样 就开始关注我的 比如说我的社交媒体 就看到我现在生活的状态 反而非常喜欢现在的我 然后就变成我的歌迷 所以我觉得东西它会留在那里 对所以不要马上就觉得心灰意冷却 啊这张专辑不卖啊 这首歌我主打歌不红 其实有点耐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个 我不想把它说成比赛 我觉得这个道路很长 只要你今天还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会有机会 那你所有的作品都会被留下来 那不要执着在眼前 马上就要发生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我们执着不了这件事情 可以执着什么呢 快乐 开心 所以每一个当下做的事情 根本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要快乐 但是都尽量让自己做的开心快乐 那就够了 那我觉得你可以开心快乐的同时 其实你会渲染其他的人 也会影响你的作品 那这不是娱乐圈应该做的事情吗 就是让大家觉得是 有希望带来温暖 开心快乐 对 那对于杜安哥你来说 你现在找到了那个 人生的中间值的那个状态吗 你觉得自己找到吗 我觉得我有啦 但是其实人就是比较 比较犯贱的呢 还是偶尔要掐自己大腿一下说 你忘了吗 这不是你要的东西吗 之类的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挺好的 因为其实 就是我也用了一些年 大概五年吧 至少我不太记得 确实是 我做了怎样的张到好之后 还做了一张 最好的快乐发声 也是 也是类似这种 就是比较 自己完全反正 音乐的制作权词啊曲啊 制作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做了两张这种专辑 呃 也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拍自己想拍的戏 很快乐的过了一段时间 想放假就放假 想休息就休息 很博性 对对对 可以说啦 可以这么说 但是现在我觉得 好像其实也经历疫情了 我觉得其实也改变了所有人 对于所有事情的 所有看法 更是让我觉得 很多事情是 没有人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态 尽量让自己去 所以我现在会尽量让自己 在开心的状况底下 再打开心一点 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去接受不同的东西 因为有时候看到 歌迷对你的想念 然后歌迷对你的 应该说怀念吧 那 对 也想让他们看看 诶 其实 可能你们怀念当时的那个我 还是 我现在还是那个我 但是现在我的状态不一样 也希望他们认识 现在张东尔的状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